脱钩,第1个对经济政策的影响,第2个对改革的影响 反改革,习近平上台之后,推动了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 反改革进程,说他左转不准确,我们直接就说 他是一个反改革的进程,政治上的反改革进程,第1强化专制独裁的权力 举两个例子,第1个 成立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把政府的权力抢到中共的手里来 这就是强化专制独裁的权力,第2个 重新建立党政不分的极权政治,各种委员会都是党政在一起的 甚至把这个党政两个部门合并在一起,合属办公 中国改革开放,第1件事情就政绩分开,第2件事情党政分开 他现在把这个党政又回过去,又合在一起 这就是反改革 第3个,极权政治精细化、细致化 出各种各样的条例 什么中共中央条例 什么党的建设的条例,各种各样的,捋清楚,一样一样捋清楚,蔡霞教授说 这叫精致的极权专制政治,在经济上,第1经济制度上的反改革 强化国有经济,强化国进民退 第2个 脱钩 推动了内循环的倾向,内循环的经济政策反过来 又扩大了反改革的效果,既然内循环了嘛 外资就会少呗,既然国进民退,那就强化国有经济的成分 那么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社会地位就更强大 会导致两个后果,第1个后果就是走向改革的反面 第2个后果 就经济继续下跌,因为它没有活力 第3个后果 第3个后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